我觉得年总这个赛事真的遥遥领先 就他这个赛事厉害就厉害在 他打破了传统的猫败5为5 只能让5个人上场限制 改上了8个人 大家好 这里是杨摄爱场活 没错 就是我走巴战神 马上年总总决赛了 作为王者拥有最高规格的比赛 加上这是头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打比赛 含技量不言而喻 是在提嘴啊 据说这个场馆能容大65000人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抢不到票了 那么咱们以唠嗑的形式来聊一下本次年总啊 全是赛事方面 首先 年总总决赛分为大师组跟精英组 两组各6支队伍 大师组每一支队伍都要挑战精英组全部的战队 其中大师组大名单上8个人 必须得在本大场全部上一次 而精英组需要 这个时候就是长得帅的观众问了 老杨老杨 要是有的战队没8个人怎么办 哎 KPL作为赛事系列炎字王 他怎么可能没有想到呢 他直接给你来个租借器 你像剩下6支放下的队伍 其中肯定有想打比赛的 而那6支大师组队伍 肯定有缺人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租人了 而我觉得这个赛事好就好在 作为选手拥有了更多上场机会 因为现在KPL队伍5个人的首发 这是雷打不动的 而职业生涯就那么紧眼 就比方说 在正常选手不转辅助位的情况下 23岁是电竞选手的平均退役年龄 而在16岁进群训 18岁上大名单 按最好的来说 就只有5年打比赛的时间 但问题是 新选手还需要时间适应赛场 如果没打出成绩的话 职业组还不信任的情况下 很大概率会被轮换下场 简单来说 替补的机会太少了 没时间给他适应赛场 所以如果首发铁打不动的话 实力的轻训 或者打算打电竞的玩家而言 肯定会被埋没的 甚至放弃这个行业 而这个赛制 对一些在大名单上 没比赛打的选手来说 简直太好了 对我们观众来说 自己喜欢队伍增加了新血液 跟新看点 增加了新鲜感 对自己队伍跟选手 抱有了更多的期待 这也是KPL官方希望看到的 这样不光从选手 还是从观众来说 整个电竞行业 跟直播观感都是很好的 而且这部操作 最大的好处就是 能给到新人机会 观众也不至于审美疲劳 像什么最好的五人组 最好的五人组 还是最好的五人组 而且如果有打的好的 就可以往明星选手里面培养 就比如隔壁来人皮2 被观众说热度变低 最大的问题就是明星选手退役 导致热度下滑 而KPL目前肯定是看到这一步了 而且他下面的明星选手 像伊诺大飞五位花海这种 以目前的竞技状态 再打个几年不是什么问题 但现在就得为未来 去做一个铺垫 所以这种轮换选手操作 虽然只在内台赛生效 但能看得出来 这是一次尝试 大家别忘了 KPL联赛 每一年都在整新的花活 他们是不断尝试新的赛制 如果这次年总的效果不错的话 保不准明年时装到联赛里 成为王者人要一种特有的赛制 在这里大家可以插个锚点 如果我真的预言到了 麻烦回来夸我一句 大师组前四跟精英组第一 直接进入淘汰赛 而精英组最后一名 去备战2025赛季 然后这是突围赛 大师组第五跟第六 跟精英组胜在队伍 抽签决定要对战的对手 然后进行单败的全局BO7 最终赢下30个队伍 跟前面50个队伍进入淘汰赛 而淘汰赛就跟之前的 世界冠军杯KIC的淘汰赛一样 双败BO7 每个队伍都有复活甲 输了后进入败的组 最终胜的组 跟拜祖产出队伍 将会在11月16日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进行总决赛 胜者将会获得FMVP皮肤 那么赛事聊完 我们聊一下大名单 在说租现选手之前 我聊一下对大名单的看法 我觉得其他位置 没有别的选手都无所谓 但辅助位 可以说是指挥位 我觉得是最至关重要的 因为直接比赛 大多数都是辅助指挥 而打野或中路 更多承担副指挥 但辅助指挥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给选手的压力 以及在轮换选手后 思路能不能及时的转变 都是考验选手的 而要是两个辅助的话 打个比方说 这把我上大帅 而看的就可以在台下观察 看看队伍的缺点和暴露的问题 在自己上场后 也可以及时的跟队友说清楚 并且可以给到另外一种思路 而如果一位辅助的话 选手在打完本局下来后 到休以室 再到赛场上 期间就5分钟左右 教练跟选手不一定及时沟通好 所以双辅助的队伍 上线就会有一定的提高 但双辅助的队伍 比如AG的猫 狼的五位 快手的碗星 大星的一针 还有TG的九星 这五位都很久没有上场打比赛了 即使上了也没打几把 所以选手的操作上线 跟指挥思路 能不能调整好 是非常关键的 而RW即使只有一个小A 但因为一直在赛场上打 经济状态会好很多 所以会保住自家队伍的下线 最后聊一下本次租界的选手 先是狼队的五位 这下是真的生而无畏了 我一直觉得 五位在金农季的表现 算是有目共睹了 有些时候也有些高光操作 他跟小友也称为 金农季为二的正常人 但因为金农季这个队伍教练组 也不是很好 没有好好给五位调要出来 所以五位也很难受 妈的老林你真是最该问死 但这次去狼队 面对到拉夫CD后 肯定会给他在成体上培养起来 所以狼宝们也别觉得五位很差 如果仔细看看五位的比赛的话 其实他打了并不赖 只是缺了一个好教练带着他 其次是TG苏小艺 TG这本操作还是挺聪明的 就他明白小白熊的野盒不行 所以来了个小艺平衡一下 而East大猪叶星痕 我觉得也是干的漂亮 就大星的粉丝 你们要是好好看比赛的话 就坦然现在这个状态 的确很需要一个编路 给他上一上压力 而星痕在黑肉打的也还行 上下压力也挺好的 最后这是10月20的年度总决赛开赛了 我也会在小布站转播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阿里嘎豆 我是杨瘦 支持我的二群 欢迎进行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见 走路